大家好,我是我爱阿卓阿子 今天是2019年6月1号 这是我做的第二期节目 今天我主要是读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也是以前写的 这篇文章题目叫 傅希秋远知名及掌权者绝密的基督教和谐计划 这篇文章大概是2012年 我发表在独立评论上面的 大概是2012年 那个时候远知名的丑闻还没有爆发 那个时候的背景主要是 当时候写完我的字端之后 我失业了 失业了 正好那个时候 就是财林发表了 发表了那个宽恕李鹏的言论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在那个独立评论上面 主要是去发那个远知名的旧经商共识 这个异端文件 主要是揭露远知名的这个异端的文件 那个时候财林也还没说他被强奸的事情 当然就更没有远知名后来的他的丑闻被曝光 因为那个时候还早 因为财林大概是第三年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才说 他又被强奸的事情 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 好 然后我开始读这篇文章 我觉得我边读边解释可能更好一些 因为我当时在 为什么在那个上面就发表文章 因为主要是那些基督徒论台 就封杀我的言论 然后那些人一看见我就说 哎呀这是七千人教会论坛来的 大家封杀他 然后都躲躲病 然后就把我给拴掉了 那个时候有一个网站叫做矿业论坛 大概是封杀我 然后把我的贴纸 只要一质疑远知名 就把我的贴纸给隐藏到其他地方去了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彩虹之约 也是 只要一提那就把我封掉 彩虹之约当然现在比较清楚了 它是多维办的 它好像它的那个版主是白鸽子 这些都是参加了究竟人共识的 它是多维的 多维现在是比较清楚 当时我也是后来才知道 多维是共产党的大外宣的报纸 所以说那个论坛能在那儿存活下来 当然也是和那些大外宣 是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说我当时就没有办法 就只有在那个政治论坛 因为这个事情的确 这个和谐控制计划 是横跨基督教和政坛的一个计划 它不单是基督教的和谐控制计划 它最主要的瞄准是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 所以我当时又在上面去揭露远志明的旧经账共识 那个时候离远志明的旧经账共识 发表已经好几年了 但是大家都在掩盖这个事情 远志明发表之后就被案例为牧师 这个这是在我写这篇文章之前发生的事 远志明被案例为牧师 是2009年 大概是旧经账共识发表一年之后 好 现在我开始读 傅希秋远志明及掌权者绝密的基督教和谐计划 2008年12月8日旧经账特会通过了旧经账共识 根据事后任不媚及中国福音会的 李大卫牧师和远志明的通信 可以看出这个共识是以欺骗的方式通过的 许多基督徒都上当受骗了 从李大卫牧师发表在任不媚的博客 请收回旧经账共识可以看出 任何理都没有意识到 旧经账共识的严重错误 只是单单认为通过程序错误 不该用和谐这个词等 好 我现在解释一下 这个李大卫牧师 他是中国福音会下边的 中国福音会下边的 当时我是在博讯上面看见他 那是200刚发表不久 就是2008年以后 不久吧 12月多少号的时候 就是在旧经账共识发表以后 我看见李大卫发表了他的请社会旧经账共识 发表在博讯上面 然后那个时候 我有森林的感动 请注意听 我是有森林的感动 然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 我就说我在网上认识 只是在网上认识 那个任不妹 任不妹 他的网站当时是转发了旧经账共识 下边有许多讨论 因为旧经账共识其实反对人挺多的 因为当时但是一个大佬一个基督教的名人都没有出来反对过他 那是明显的是一个和共产党合作的一个文本 这个后边有更多的描述 然后我给李大卫习信 李大卫他当时就问我 你要我怎么做 我说你请你公开发表你的那个 请社会旧经账共识 然后然后我又说了 我在网上知道那个任不妹 任不妹在讨的那个旧经账共识 后来他就的确就发表在那个任不妹的博客上 当然他是不是听了我的劝 那我不知道了 反正我是给他写过这些 我不知道现在李大卫看没看过我这篇 正在读的这篇文章 或者我现在正在做这个节目 他看不看 如果有人认识李大卫 中福音会下面那个牧师 可以告诉他一声 因为过了这么多年 我现在再说一次 我是有森林的感动 当时给他写信 因为那个时候反对旧经账共识的人非常非常少 那个时候远之明如日中天 正在恒当基督教的时候 谁也不知道后来出现了强奸的那个丑闻 他都彻底暴露了他 披着羊皮特郎的本色 好 然后再说一下任不妹 任不妹 在那之前他虽然的确发表了旧经账共识 他也不怎么认同旧经账共识 但是他没有看到旧经账共识的严重错误 当然他也有可能看见了 只是他没有说出来 任不妹 后来他是支持远之明的 远之明的强奸丑闻出来之后 他其实是支持他的 任不妹 当然还有其他的严重错误 他有点想 他还批评那个王明道 因为王明道指责那些换坚硬的 或者这些 而且他还试图 我感觉他有点想替代王明道的解释 那其实是给远之明一样 还有跟王毅一样 王毅还写了95条 他还想和那个马丁路德比肩 这些人反正都是有严重的问题 最根本的问题任不妹 我提一下任不妹 他是支持远之明的 我现在这里提一下 因为后边我会再说到他 任不妹 以前我是很看好他 他对我的影响也比较大 所以说我要得出这个结论 对我来说也是很困难的 其中当然也包括那个陈格 陈格也是 这些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一些牧师 他们对旧金山共识的认识 有严重的错误 陈格 当然他是完全说他不懂旧金山共识 作为一个牧师 他不懂旧金山共识 其实就已经失去了 教导人的能力 也就是上帝 把他的这种教导人的能力给拿掉了 当然他们现在还在骗人 这是另外的事情 我过来再结束说 我接着读 从范学德的旧金山特惠密文 可以看出 是温哥华信游会的红语剑牧师 主要修改远志明的原稿 赵小加了一句 王语加了一句 就构成了现在旧金山共识的样子 赵小就是高房价 就是爱国的那个经济学家 而王语就是和于杰隐形不离的人 我现在这里边说到了那个红语剑 红语剑在远志明的丑闻出来之后 他发表了一个 大概对远志明的案例牧师 还什么的一个公开信 那个信 我有一篇专面的文章来评论 专面的评论 在后边再说 红语剑在那篇信的最后 他一直在撇清和旧金山共识的关系 因为旧金山共识 在远志明的丑闻爆发之后 其实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特别是那个曹长青 他也是说旧金山共识有严重的错误 当然这是后话 红语剑 我说一下红语剑 这个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然后再说一下赵小 赵小他是旧金山共识的推手之一 有两个主要的推手 一个是 一个是刘通书 一个是赵小 赵小他还说他自己说 或者是别人说 或者是谣传 他自己说是误传 他说他是温家宝的秘书 可能都是假的 这些都是骗人的 但是他是官方背景 这是毫无疑问的 赵小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 他是认为基督徒可以入党 也就是说 基督徒可以嚼他两只船 既可以爱世界 又可以爱天堂 这是赵小的观点 这其实就是党员带着任务进入基督教 这是很明显的 好 接着读 许多信族的人都不同意旧金山共识 但是却找不到他的根本问题在哪里 因为他看起来很像我们信的 但突然徐静天写出了理应外合面试 才让基督徒彻底明白过来 原来旧金山共识是和掌权者达成共识 和谐基督徒的 这个徐静天的这篇文章 大概是2019年的9月份出来的 因为当时我开了一个7000人教会论坛 这个帖子最先发出来大概是在从北京 不是是哪个地方 反正是江南的一个地方 上传到我的那个网站上的 这个这篇文章 我猜测 我没有直接问那个王英牧师 只有可能是王英牧师他们写的 因为王英牧师自己说 我们这是他公开的资料 我们有一篇文章叫做 叫做那个理应外合 这个理应外合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党派的人进入基督教会 然后在基督教会和外面的党一起合作 然后控制教会 这个文章理应外合在网上也有 叫徐静听 就是徐州的徐静 安静的静听 听说的听 理应外合 可能国内也能收得到 然后海外都收得到了 我的那个网站上也有 随便一找就能找到 基督的基本信仰总结是使徒信经 凡不信使徒信经的一定是一端 当然有的一端也说信他 使徒信经总共才十二句话 相传是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依人写一句而成 后来考证不是的 下面我就列一下这十二句话 其实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的信仰很短 就十二句话 但是旧正共识 他连这十二句话 他就不愿意写全 这就是有问题的 第一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创造天地的主 二 我信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 三 因圣灵感应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四 在本丢 毕拉多手下受难 受难 被钉在十字架上 受死埋葬 五 将在阴间 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六 他升天坐在全能上帝的右边 七 我来 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何人 死人 八 我信圣灵 九 我信圣儿公之教会 我信圣徒相通 十 我信罪得赦免 十一 我信身体复活 十二 我信永生 阿门 而旧经常共识的信仰部分 竟然酸出了下面好几句 第三 因圣灵感应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 第六 他升天 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 七 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何人 死人 十一 我信身体复活 十二 我信永生 阿门 也就是说 十二条 他酸掉了 一条 两条 三条 四条 五条 五条都酸掉了 特别是那个 从那个 从那个 李大卫的描述里边看 当时有一个人 叫什么 叫什么 我有点记不太清楚了 到时候咱们以后会慢慢提到他 他是特别想加上 从圣灵感应 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了 然后远之明还是给他拒绝了 没有加这句话 为什么酸出这句话 原因很简单 这句话全部是有关神迹的 比如同龄生子 那个当然就是神迹 按照现代人 那肯定是一男一女才会生小孩 一个人没有丈夫 怎么会生小孩呢 那个就是神迹 当然这个 无神论肯定不会相信这句话 这句话 这几句话 全是有关神迹的 和掌权者的无神论观点不一致 酸出后的信经及共识 却和三治教会 及官方控制的教会的 不信派信仰一样 我这个为什么这个叫 就算共识一出来 我就把它称为 就算是和谐信经 然后那个王一牧师 他们呢 把它就是徐静廷 在他的那个林外河里边 把它称为 就算是和谐共识 和谐共识 然后这篇文章 徐静廷 这篇过了几年之后 又有一个叫 我算什么 就是Morris Morris 他也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 旧金山与谁共识 旧金山 一代人见证了什么 旧金山与谁共识 就是他们见证了什么 他们见证了魔鬼的见证 与谁共识 那当然是 和那个共产党共识 好 双丑头的共识 就和三字教会 及官方控制的教会的 不信派信仰一致 让我们再回想五十年代 王明道弟兄写的 我们是为了信仰 即真理乎 独树乎 发现共识 果然和王明道 任战的对手 三字派的 三字会的不信派 一模一样 至此真相大白 远之明在旧金山共识里的一伙人果然是和掌权者打成共识 来和谐教会 他们中间的一定有像李处文一样在教会的卧底 我现在再说一下李处文 李处文他是副部级高官 他是周恩来直接派到教会的 他在文革的时候 把他打得够呛 因为他是牧师 打得够呛 他自己掏出党政 党政说他是共产党员 然后就没办法了 暴露了 暴露了 就最后就把调走了 调走了之后 他后来是做的那个香港驻新华社的副社长 他已经也死了 前几年也死了 好 然后我再说一下那个前边的王明道 王明道可能许多人不太清楚 王明道你们可以查一下网站 他是中国49年以后 第一个因为信仰坐牢的 他是第一个反革命集团的 第一个宗教方面的反革命集团 在维基白科你们可以看得到 当然那个共产党为了打击基督教 就把他定为反革命了 这是很明显的 我们到后来一直 他的活着就是建政 他一直活了九十多岁 九几年才去世吧 自此真相大白 远之明在就建共识的一伙人 果然在和掌权者达成共识 来和谐教会 他们中间一定要像李处文一样 在教会的卧底 其实是许多人 那里面的名单是17个还是18个 那后边我会说到他们的名单 这次都是他们发表 九几年共识之后 的时候附送的那个名单 里面许多人 许多人那都是党的人 让我们再回想 这个计划的开始其实很早了 只是显露在这个时候 2006年6月 王仪余杰等三人见布什 白宫新闻 说的是见自由人权斗士 教委的事情不太清楚 应该是用的这个词 他们在民运圈里面 用的词不一样 但是在教会这个圈 用的又不一样 可是一到中文新闻 我的确是查了那个英文新闻 英文的确是写的是 见人权斗士 但是到了中文的新闻的时候 就变成了见基督徒 这就是做新闻 这就是做新闻 和谐计划开始了 仁为制造基督徒民心 然后再加上人权的外衣 骗信主的小孩子 不是易如反掌吗 这时明白的人不多 归正宗 唐从荣牧师支持他们 2007年11月 王以于杰及唐从荣 发表了对法轮功的看法 引起信主的人的警觉 似乎他们正在开始参与世俗政治 好像在为法轮功说话 又好像和掌权者合作 打压法轮功 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无敌 但是弟兄有开始 有圣灵的感动 教会要全面世俗化了 其实就是有我 我当时就从这个时候开始 感觉他们是有些问题了 有些问题 然后后边当然都显 就一步一步的发生 就验证我的感动 当然 最后 那个时候很早就是 这个时候 远之明的丑闻也没有爆发 唐从荣的 同性人的丑闻也没有爆发 那个时候 真的要反对他们是很难的 你们就可以看我的自转 心理压力是非常大 因为他们的名气是太大了 那是一帮人 这就是急消费骨 就是每当要十个人对你说你有病 那么你自己就会觉得自己有病 就是因为一大部分都是这么说 没有一个人当时支持我 当然我在这个独立评论 发了这些文章之后 当时有一个人来支持我 就是我后面会提到他 就是我上期在说他写了一篇文章 那里边他就说我 他说你不要在乎世俗的赞美 他说你上帝会纪念你 大致就这个意思 我以后会读他的那篇文章 他当时是在网上 唯一一个很赞同我的看法的人 不过他当时对不太赞同我 对认不媚的看法 那个时候认不媚 因为那个时候远志明的强奸案 还没有爆发 其实我是对任务会有一些看法的 但是我其实是在验证 当然远志明的丑闻爆发之后 他支持远志明 那就完全被证明了 2008年5月 地震发生在王宜渝节的老家四川 巧合 不幸的人当然认为是这样 2009年8月 唐从容丑闻全面爆发 所有的丑闻中 傅希秋进入世线 原来傅牧师是唐从容国际归政团的 是他策划了王宜渝节 证据确准 我这说的唐从容的丑闻爆发 他不是指那个 是别人说他贪财的 不是指他的同性恋 是贪财 那个时候因为我也是 刚开始在研究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不知道 其实他们早就计划了 就是那个傅希秋 傅希秋 好到这里还没完 又有消息说 王宜参加了圣爱之约 组织的头 福建宁刚 原来是国安 而他的弟弟是国宝 让我们再来看看 唐从容的兄弟唐从槐 此人一直和三智会合作 而唐从容却一直表现反三智 好像要表演为了整理兄弟枪残 你们相信吗 我不信 而现在就像共识出台 我们只能认为他们在玩无间道 支持全部真相大白 掌权者以归正神学和谐教会 王宜也是归正中的长老 因为加尔文的归正神学 一直有文化使命这一说法 也就有夸大他来骗人 却不是真正传福音 以上所有资料来自网络 请有心的人自己查找更多细节 奉劝各位民运大神 和谐大神 以及各种异议大仙们 不要来玩 不要来教会玩神 惹动神的怒气 要使很多人 中国人真传 求你们悔改吧 圣经是我们唯一的标准 你们再玩 也玩不过 圣灵和真信主的人同在 骗得了一时 骗不了一世 你们不可能比圣灵还精通圣经 我看见有一个帖子 号召大家来分基督教 你们不要这样做 不然使得莫名其妙 我敢预言 远至明记同伙 如果不悔改 他的后果一定很惨 你们不要学他 唐崇文丑闻全网络都是 他也要玩了 好 我现在说这个 这个时候 远至明的丑闻 其实还没有爆发 然后唐崇文 这里所说唐崇文丑闻 只是说他贪财的事情 没有说他同性恋的事情 然后我在引用一下圣经上 这是当时写的 圣经 太十二十六 所以不要怕他们 因为掩盖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 然后我后来又补充了一点 因为那个时候查到了远至明是归正中的 1992年 由林慈兴 牧师介绍 入读密西西比改革中神学院 获得跨文化研究硕士学位 谢谢版主保留此的 事关中国人的灵魂 如果你不信 也请参考中国人增长 真的是这样的 我再想想 就是上次我说那个 说唐崇文搞同性恋的那个牧师 他叫 他叫 郑哲明 郑哲明牧师 你们在网上也说 真的是好久没有想这些事情了 你要想想郑哲明牧师 他有封信是说唐崇仁搞同性恋 许多人在网上都想问我 你有证据吗 当然我没有录像 你想看黄色录像是没有的 但是有一个牧师的信 你们要 实在要问 你们就去问郑哲明 我相信郑哲明说的是真的 而且我 以我的经历来看 上帝给我看见了他们的后果 看见了远志明和唐崇荣 这两个人的后果 是直接了当 接了他们的眼皮 直接了当 都是信丑文 在中文来说 信丑文那是直接了当 没有什么的 我说完了 苏尔崇荣 作词